欢迎收看天空艺术 财宝小知识 这款美丽的矿石在疗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面 可以把意识层面的转化同步到肉体层面 使身心灵比较容易达到对话 据说带着它练习疗愈法 效果会明显到很奇迹的程度 今天我们来了解了解它的特性 蓝铜孔雀石简介 蓝铜孔雀石是一种带着深蓝深绿 伴随着些微的浅蓝浅绿以及咖啡色般的矿石 颜色相当的漂亮 于是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凤凰石 一 浓艳的深蓝色是蓝铜矿 蓝铜矿是一种重要的绘画颜料 在日本绘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 深绿色是孔雀石 这种纯正的绿色来自于地底层的铜矿 非常的特别 三 浅蓝色是细蓝铜矿 混合在石英质当中的蓝铜矿 呈现深浅蓝色 四 浅绿色的是细蓝铜孔雀石 混合在石英质中的蓝铜孔雀石 呈现浅蓝色加浅绿色 五 咖啡色般是赤铜矿 赤铜矿是一种氧化物矿物 可以用来启动灼火 蓝铜孔雀石的硬度低 密度也低 使用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干燥 优质的蓝铜孔雀石晶体 主要产于美国 纳米比亚以及俄罗斯 蓝铜孔雀石的疗愈能量 蓝铜孔雀石结合了两种矿石的能量 是更强大的能量导体 蓝铜矿是一种可以提升精神能力 和内在觉知的宝石 对应着喉轮及眉心轮 帮助抵御精神攻击 破负面能量 让自己能准备好看清周遭事物的真相 蓝铜孔雀石在水晶界中 被誉为转化之时 绿色的光彩对应着心轮 可以消除以及疗愈内心深处 埋长的伤痛 带来稳固心灵的温柔力量等 结合蓝铜矿和蓝铜孔雀石的能量 可以协助人们连接自己的灵魂视野 回忆起灵魂的灵赞以及智慧 也能协助清理堵塞的能量 情绪和行为模式 使用方式 静坐冥想的时候用手握住 平躺的时候可以放在明星轮 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